这个书写签字文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十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 十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对心理受伤的我来说很短 我到现在还是会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吓到 然后也会还是在晚上会做的梦 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他毫不避讳的在电视台跟我出席一样的通告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我认为他在挑战我的底线 他在测试我身为被害人但是同时也是公众人物 我敢不敢站出来挑战他 我觉得让朱年齐啊反正我就受害了我们是他 对我们的关系也是受害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我完全明白你不要觉得我完全明白是不对的 我其实都想跟你们道歉但没关系我知道你们要的东西 我先写给你们你不一定满意不一定满意在跟我说 当天发生的事情我已经都如一的写在脸书里面 所以之后就是稍后细节我不会再赘述 因为我不愿意再回想然后 坦白说那个书写签字文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十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 十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对心理受伤的我来说很短 我到现在还是会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吓到 然后也会还是在晚上会做了梦 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起来 那些说我在盘算政治红利的人我想问问你们 如果你们自己或是你们家人受了这样子的伤 多久复原算快多久复原算慢 我自己在选议员选立委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那请问现在我又需要吐些什么 真正会在这个时间点说出来的原因是 我刚刚给各位听过朱璇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候 各位可以听出他的语气跟他平常讲话的落差 他一度让我相信他愿意真心的悔改认错 我在去年八月事情发生之后 我没有向他要求任何的赔偿 我只要他从此以后承诺不要再靠近我 因此他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写下的切结内容 就是他会尽一切可能远离我还有我的家人 避免造成任何困扰 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 他毫不避讳的在电视台跟我出席一样的通告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我认为他在挑战我的底线 他在测试我身为被害人 但是同时也是公众人物 我敢不敢站出来挑战他 我觉得他在测试我的底线 于是一次两次之后 他不但跟我继续通台出现在我的面前 而且他还当着我的面谈论他最不应该谈论的性骚扰议题 而且当他发现他被制作毫不知情的制作单位安排 座位就在我的旁边 最后一次录影的时候 他的位子就在我的右手边 就在这么近的距离 他若无其事地坐在这么近的距离 谈论他最不应该谈论的性骚扰议题 于是在那一天我下定决心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在忍耐的 一个不知悔改 违背自己切解内容的人 有什么资格谈原谅跟谈大道理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上个星期四 把整个事件经过在十个月之后写出来的原因 我要再一次问各位 十个月算长还是算短 每一个人都没有一样的答案 但是我就问问各位 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受了伤 多久复远算快 多久复远算慢 只要大家自己这样问一问自己 就不会再有一些奇怪的评论 或者是猜测了 我只希望这个事件过了之后 台湾能够变成一个更成熟的氛围的国家 我们当以后我们 或者我们下一代在谈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的眼中只有是非 不再会用政党去评论 去分界这一切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做更善良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